週日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接受採訪時表示 美國對著約旦美軍預計事件的回應才剛剛開始 美軍正在評估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打擊行動的效果 未來還將採取進一步行動 沙利文同時強調 如果受到攻擊 美國不排除對伊朗發動襲擊的可能性 上週五 美軍向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85個親伊朗目標 發動了數十次空襲 包括情報指揮中心和武器倉庫等 週六 美國又聯合英國等盟友 對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的36個目標 進行了海空聯合打擊 沙利文表示 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 對駐伊拉克和敘利亞美軍的襲擊 雖然有別於胡塞武裝對鴻海航運的襲擊 但兩者是相關聯的挑戰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去處理挑戰的挑戰